吳佳强做了傳媒人一段日子 第一份工作 特州海的雜誌 媒體做一些報道漫畫、飲食、旅遊資訊的記者 吳佳强喜歡訪問演員、歌手、導演 只要是有趣的人我都會很投入 有些名人令你不知所措 林佳强小姐 你有沒有收過一封信 你很難忘的 流淚 她當時告訴我 她妹妹寫了一封信 告訴她她大學畢業 她一下子發現 她在她心目中很小的妹妹 原來已經長大了 而她錯過了她的長大 因為她去了別的地方做事 我正在做事 那一刻完全沒有反應 看著她等她回答這個問題 她有回答的 她問我可不可以拿一張紙巾給我 我當時才做的 其實我應該第一時間給她 應該要紳士一點 但忘記了 因為工作需要都是看著林佳强的發展 其實你覺得你這支筆對於你來說 是什麼呢 就是伸出我的友誼之手 就是去結識朋友 家强覺得媒體是什麼 現在這個世界是平的 就是不同於我們以前的 我們本來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媒體 在這裡 對方的歌詞 是一個人的 angle幅 你們可以叫我 你怎樣